地效飞行器是什么?有什么作用呢? 为什么不能成为如今战场上的主流? 去年,在上海举办的首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 相信居民朋友们还有印象 在这次博览会上,中国航空工业写百鱼像国产应急救援装备产品精彩亮相 其中包括翼龙2H应急救灾型无人机 翼龙2H气象型无人机和翼龙10H近海救援无人机 这些不同类型的无人机可以多场合下 针对灾害探查、应急通信保障、快速处置近海突防情况 搜索营救支持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而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地效飞机AG930 这款外形奇特的飞机可以18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抵达救援现场 在0.5到3米的超低空进行快速搜寻 否定目标后迅速降落并适时救援 一次性救援人数可达8人 据了解 这款AG930具备了飞机的快速性、舒适性和船舶的安全可靠性 可以满足大部分的海上搜救行动 但地效飞机这个词多少对我们来说有点陌生 地效飞机是介于飞机、舰艇和气垫船之间的一种新型高速飞行器 其兼顾了这三者的优势所在 地效飞行器与飞机不同的是 地效飞行器主要是在低效区飞行 也就是贴近地面或者水面进行飞行 而与气垫船不同的是 气垫船靠自身动力产生气垫 而地效飞行器靠地面效应产生气垫 而这地面效应又称为异地效应或异面效应 是一种在运动物体贴近地面运行时 地面对物体产生的空气动力干扰的效应 在飞行器接近地面时气动力发生改变 地面将承受机翼的下洗气流 形成高压气垫拖着飞机提高升力 在飞行器与地面距离较远的时候 这种效应可以忽略不计 一旦飞行器机翼与地面距离小于一定范围时 这种地面效应就非常明显 简单点来说 地效飞行器装有固定的机翼 能贴近地面或水面飞行 机翼下表面离地面或水面很近 形成了气流的堵塞 使机翼生力增加带动飞行器前进 所以地效飞行器也被称之为异地效应机 地效飞行器相比轮船具有的优势就是 这种地面效应产生的脱力 能够轻而易举地托举飞行器离开地面或者水面 在前进的过程中产生的阻力就会变小 因此速度上会比舰艇要快得多 但就是这么一个总结了海陆空三方面优势的地效飞行器 却在现在很少被人们提起 中国的地效飞行器AZ930也只是用于搜救行动 并为列装进入任何部队 但是地效飞行器在上世纪可谓是炙手可热的装备 早在20世纪20年代 苏联就开始对于异地效应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赤杰克国也纷纷地加入了异地效应的研究当中 大部分国家因为科研水平不够 技术瓶颈过大 对异地效应的研究都是三分钟热度 但其中有两个国家一直在坚持这方面的研究 那就是苏联和美国 美国与其说是研究 不如说是不想在冷战期间在任何技术上落后苏联 所以一直以来并没有在异地效应领域并没有大的进展 美国还曾尝试了一款叫休斯H4大力神的巨型水上运输机 因为当时飞机发动机功率不足的问题 实际只飞行了很短距离就被迫降落了 美国的首次异地效应试验也就以失败告终 而苏联在通过无数次的理论验证后 第一次提出了异效飞行器这一概念 并随即开始了建造 随即时间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 苏联实验性地开发出了喷气式推进异效飞行器 据了解其极限飞行重量可以达到1000公吨 而速度也能贴着海面达到700公里每小时 美国间谍飞机也随后在苏联上空注意到了地面上一个奇怪的飞行体 它以令人不能置信的速度 在任何雷达都探测不到的低空飞行于离海之上 因为当时美苏正在冷战时期 美国对于苏联在隐秘情况下测试的此种飞行器了解不多 只能暂时以离海怪物统一代称苏联军用地效飞行器 随着苏联的解体 俄罗斯顺理成章地接手下了离海怪物 并对其进行了研究试验 经研究发现在飞行器飞行时 机体下面形成了一个空气卷筒 它随着飞行器运动 这使得飞行器移动的效率比常规飞机高出足足40% 巨大的喷气发动机在前面将吸入的空气斜射到支撑面下 从而加强这种飞行器的作用 通过这种特殊的性质 地效飞行器不仅能够在水面上飞行 随地降落和重新起飞 而且能够越过结冰的台原 甚至不受波浪潮汐和地雷区的干扰 在经过俄罗斯的不断改进和试验后 地效飞行器装备载有核弹头的巡航导弹或者火箭 并能够以80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 将850名士兵运送到世界各地 而且不会被任何雷达发现 2017年 中国解放军也曾披露过一款地面效应军用无人机 其前端有一枚反舰导弹 当时外界都认为 这种武器的出现是针对航母战斗群的一种特化武器 有外国军事专家曾对此展开分析 要突破航母预警有三种方法 第一就是速度极快的导弹 就算被探测到也无法拦截 第二是采用一种绕圈飞行法 让镜像转为切像 尽量让侧面面的预警机 然而导弹类武器燃料有限 实行较为困难 第三种就是低空小体积接近 而中国的这种地面效应无人机 便是针对第三种方法 低空飞行的缺点是 再重量下降 无法搭载足够火力的弹头 但是地面效应 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点 当地面效应飞行器 以低空低速的运动方式 突破预警机探测圈后 接近有相控雷达的驱逐舰或航母时 再抛弃机身 转为超音速反舰导弹飞驰而去 突破最后的浸泡防御 既然地下飞行器 在军事应用方面有如此好的效果 为何在现如今 并没有多少国家研究呢 其实 这种地下飞行器看着好用 但在实际操作上 就会发现它的缺点 首先 起降条件非常苛刻 虽然地下飞行器 确实可以随地起降 但并不像俄罗斯所说的 不受风浪的干扰 相反 地下飞行器的起降 对水面的大小 深度 风浪级别等 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在起飞的瞬间 发动机要能提供很大的功率 机身材料 既要经受地面冲击震动 又要能耐海水腐蚀 建造的难度非常大 其次 地下飞行器虽然速度快 但却只能进行很迟缓的转弯机动 对作战极为不利 再进行接敌站位 躲避攻击等战术机动极为不便 最后 地下飞行器在水面起飞的过程中 相当于从水这一介质 进入到空气这一介质 飞机本身会受到复杂的作用力 造成起飞极度不稳定 总结来说 地下飞行器的性价比非常低 地下飞行器的复杂程度 不比一架主力战斗机低 昂贵的动力系统和复杂的异面设计 换来的只是有着几个优点 却同时存在许多缺点的飞行器 得不偿失 这种既不是飞机 也不是舰艇的构造 很难去衡量它到底能够做什么 如今 中国虽然有研究地下飞行器 但多用于救援任务而非军事应用 美国也正在研究一款巨型地下飞行器 波音公司将其命名为 蹄虎 已有的巨型运输机 在这款地下飞行器面前 形如诸如 也许在未来 因为技术水平的不断突破 地下飞行器能够改进得更为陷阱 地下飞行器 地下飞行器 也许在修行器